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原工商铺资讯台节目 潘总在线 刚刚过去第一季 到底工商铺三个版块表现是怎样 以及展望第二季的市场有什么变化呢? 今天请出我身边的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明先生 潘总和我们一起谈谈 潘总你好 你好,Yan 你会怎样形容今年第一季工商铺的物业市场 尤其是三个版块表现分别是怎样 还有当中有什么触目的成交可以大家留意一下 是的,其实总结今年第一季 工商铺的表现都可以说是比较落后一些 大家在第一季集中了一个聚焦点去住宅 因为大家知道2月28日财政司宣布了全面撤辣 3月份整个市场的焦点就落去住宅 所以你看到住宅新盘成交相当长黄 但是反过来第一季的工商铺成交中数反而创新低 工商铺之中的几个范畴 其实大家的成交量都是少的 尤其是铺位那些 踏入2月份3月份的成交平均一个月剩下40-50宗 年度比较多成交中数以往是一些工业大厦 门栏比较低,银码比较小 其实平均一个月只剩下100-200宗 写字流更加伏善触沉 一般如果我们说夹级写字流 可能几个月都没有一宗交易 都是一些月级的写字流会比较多 所以也是拖累到第一季的工商铺成交中数 其实都是创新低的 其实也看到数字不算十分靓 但是你刚才讲到 切垃这方面大家也很关心 刚才也说到政府2月底切垃 其实也有放宽是非住宅物业的按揭乘数 上限达到七成 以及暂停实施压力测试的要求 你又觉得对第一季的市场 有没有少少的帮助 其实整个政策上也有个指引可以放宽到七成 但是并非指定银行一定要按七成给工商铺的买家 而且也要看银行的取态 我们跟很多银行朋友近期都有谈的 其实也不算很积极对于支持工商铺的买家 而且也要看主要是要一个还款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你本身已经有一部分的按揭在这里 如果再新买入物业去做按揭其实也不太容易 所以说回今次如果放宽了工商铺按揭上限到七成 看来在第一季的表现就未立即有效应 所以也刺激不了多一些成交的出现 也未见到中数上升了很多 中数方面也要谈一转话题 最近热门话题当然就是港人不上消费这一件事 但也听到香港可能有些店铺 因此生意比较淡静一些 可能会结业 你又觉得如何看待第二季的商铺市场呢 其实如果大家看第一季 就似乎离开香港出外旅游 出外旅游和北上消费的人次是多的 尤其是大家看到在复活节当期 近期也有200多万人次 那几天是离开了香港 但入境来旅游的人次就比较少一些 录得50万左右 如果看回第一季 其实整体的营商环境是不算特别理想的 而且始终都没办法的 因为在2024年都算是疫情后 观察久了 大家都认为出外旅游没什么特别大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是叫做报复式旅游 出外去旅行消费等等 对于零售和餐饮业务 是有一部分的打击在那里 但到了第二季可能情况会理想一些 因为始终有一部分长假期也都放完 到五、六月份也都没什么长假的 但反而是五一黄金周 五月一日劳动节是国内的一个比较长假期 我觉得在那段时间 反而会多回游客来香港 尤其是国内的游客旅客 应该在那段时间会比较多 所以看来第二季应该比第一季更好 你刚才也说到一些利好的因素 尤其是五一黄金周 在大大议柜方面在经济市场方面 有没有说现在可能有机会减息 还有政策上也有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 城市经济等等这类型的活动 你又觉得未来的业主的取态是怎样的呢? 其实作为工商铺业主当然大家都要观察市况的走势 在现阶段的确大家看到 经济复苏的步伐都不似预期 都比较缓慢一点 所以暂时我们看到铺位的空置率都算是高 甲下的空置率都高 所以就要消化了现时的一些交吉铺位 交吉的写字楼物业 最重要的是政府也好 或者各界也好 都不断在想办法去刺激经济 所以现在你看到特区政府都一直举办 很多国际的城市和活动都一直在推动 希望未来的营商环境会更改善 以及来香港旅游消费的人次会更改善 所以作为业主在现阶段 其实都适而克制一点 不要想着未来的情况会乐观好转 租金加幅又大或者叫价又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可能套现或者租出的机会会更小 所以在现阶段 我觉得大家互相遷就一下 如果真的有一些商户 想开业、想租地方 其实我的意见也是大家可以遷就多些 令到多些人入市会更好 始终要克制住 不要加价 如果在第二季想入市工商店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以及入市时要注意些什么呢? 其实虽然第一季的成交中数是少 但大家都看到不少触目的成交出现 其实大大小小都有的 铺位方面 过四十亿的一个大型商场 预警新成都有买入卖出 另外也有一些传动的甲鞋有成交 整体的状况 很多投资者都是看价钱而入市 所以最重要的大家去看 就是有什么发展商 或者持货量高的业主 是愿意减价求售 想套现的大家要做多些功课 近期出现了不少 发展商一手货尾的减幅比较大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而且也有部分家族 或者持货量高的业主 他在讨价还价之中 他的议价幅度也是很大 所以近期也有不少买家 可以买到心头耗 而且买入和卖出 其实有部分货都是涉让的 这段时间入市的买家 可能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可以找一些便宜货 但是预计你觉得 第二季的公商铺的成交量 或者价格和租金方面 有什么变化呢? 我自己看价格变化不会太大 如果能够维持现在的横行平衡也不错 但当然我觉得可能土价还价有空间 所以最后成交可能也会折扬一点 但是因为部分业主肯减价 反而会令到成交量增加 始终过了农历新年后 很多投资者也好用家也好 都是在计划今年全年的整个发展 所以如果买卖价格是相宜的 或者是找到一些自己心仪的物业 又谈到平价 那就不难会出现多一些成交 另外租务市场也是 其实踏入第二季租务成交会增加 有些季节性的影响 还有大家看到很多业主招租 其实租金、免租期等其他条款 都相对优惠 我估计第二季价格相对稳定 而量方面应该会提升不少 大家也可以密切留意 今天谢谢观众和我们分析这么多 大家记得like和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和小铃铛 也在下面留言和我们一起聊聊 我们下次见 拜拜